開始了嗎 好 沒關係 我先開始了 這台車是賓式的 這台車是賓式的R350 它的代號是W251 其實這款車後方都是氣壓的比較居多 可是也有彈簧 但是很少數 前方大部分都是彈簧式的 可是也有前後都氣囊 有看它當時的選配 但這台車大部分都已經有一個 跟我們之前常常有改造的 像賓式S系列W20 其實都有一段的使用的里程數跟年份 所以後方的氣囊差不多都陸陸續續 已經要開始到一個汰換的階段 後方的氣囊在賓式來說 它的優勢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 像是E-Class的 它在後方載重的時候 它會自動補正後方的車高 假設後方載重500公斤好了 500公斤它一定 一般彈簧它一定會下乘的幅度很多 可是它氣壓 偵測到車後面有載重的時候 它會自動補正 所以功能其實不錯 而且乘坐感呢 也有一定的一個氣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可是啊 它氣囊懸吊的話就是有一個缺點 它氣囊的壽命 畢竟比彈簧來說還是稍微短一點點 所以里程數到了 開始洩氣了 就會掰咖 一般我們講的就掰咖 就是一邊變得很沉下去 那就代表氣囊有漏氣的狀況 需要做態化 那如果以賓氏的車來說是還好 因為賓氏的車銷售的數量多 所以它的原廠假設嫌太貴的話 還有副廠的零件可以選擇 所以它的維修起來的成本 雖然比國產車還是要高很多 可是啊 它比一般其他車系的話就便宜很多 譬如說我們昨天有安裝到一台福斯的TRAG 這台的底盤其實跟寶石姐的凱燕 是都一模一樣的軟身車款 但是像這些車款 它的零件的話就會比賓氏還要來得高很多 所以不同的車款有不同的維修方式 那今天我們講的比較遠 但今天的一個主題還是 我們需要把一個氣壓的系統把它廢除掉 因為它氣壓的話有一個已經洩氣了 這個是它後方的氣囊機構 這個是後方的氣囊機構 但這台底盤其實它還有其他賓氏車款的車 是共用底盤的 賓氏的ML350 ML的代號應該是WE66 它的底盤其實跟這個共用 但我們今天需要把它後方的 比較容易會損壞的氣拿 把它廢除掉 改成彈簧式的 所以有一些細節 等一下影片當中會講解的比較細一點點 所以後方尤其是後方的部分 那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多留意一下這個環節 當然有很多的部分 經理講解的部分 是給一些技師來當一個參考 因為影片當中有很多的 車友跟技師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有關注我們的頻道 所以很謝謝大家 但是我比較希望的是 買不買KT產品 裝不裝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希望藉由影片當中 跟比較專業的一些技師 甚至是對這個車子 比較了解的車友 我們有互動 也許經理有講不對的地方 或者是有更好的改裝方式的話 都很歡迎大家跟經理一起互動 這個也算是教學相長 這個是後面的阻尼筒 可以看到它的後面阻尼 其實行程很短 所以這個阻尼加上它的車重 就算是基數最輕的 不是R63之類的 它的後方的重量還是很重 所以它的阻尼超重的 所以我們在後方設計的阻尼 也會一原廠的懸吊設計 可以一原廠的車重 一原廠的擺臂的位置 做不同的阻尼設定 KT的話還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阻尼 是可以調整軟硬度的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筒 前方的話剛剛有提到了 它是彈簧式的 它前面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很長一支 我們常常遇到的瓶頸就是 像這麼長的避震器 要裝到KT的箱子裡面 要出到國外 常常這個空間就是不太夠用 所以我們會把 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裝到箱子裡面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懸吊系統 它前面的這個形狀很特別 因為它這裡的話 這台車大部分是四輪驅動 所以下方的話 會閃開它傳動手 所以它的形狀的話 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最需要跟車友們分享 跟技師分享 是它後方改裝的方式 你鏡頭先移到這裡 我拿一個東西 我手上拿的這個是後方的氣囊 氣囊上方它其實還有一個 類似薄薄的橡皮墊 它有四個孔徑來框住 這個上部的機構 那這台車 我們把它的調整機構 調整後方長短的機構 high low key 的機構 製裝在下方 可是上方的話 它本來是彈簧 它沒有橡皮 可以框住 這個彈簧的一個孔徑 所以我們有做了一個零件 這台車比較早期 你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需要購買原廠的一個 上橡皮的一個基座 但那個基座的話 原廠設計的很棒 因為它附有 後保不同的一個墊高塊 可以藉由墊高塊的多寡 來調整後方的側高 可是賓式那個零件 我如果沒有記錯了 兩個後上橡皮的一個基座 大概是七、八千塊 所以那個零件的話特別貴 但是KT的話又改了一個方法 我們有做了一個基座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基座 這個基座就是我們衍生出來的 一個專用的轉接座 轉接座之後 這裡有一塊橡皮 這個橡皮是需要購買原廠 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一個的話 我們的成本好像 我記得好像是一千塊左右 所以要再額外 如果你本來是氣壓式的話 要額外多買這個橡皮而已 其他的話 所有的零件KT都有附 包含 前上座我們都有附新品 那後面的避震器的話 也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它的避震器形成其實算短 所以它的避震器在這裡 那後方的彈簧是配置15公斤 15公斤250長 下方的基座是在這個地方 你鏡頭移到這裡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基座下方其實 還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固定螺絲 可以把這個基座對鎖把它夾住 那上方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在另外購買的橡皮 因為氣壓式的懸吊沒有這個機構 沒有這塊橡皮 所以這個橡皮是需要另外購買的 那上方的話有一個鋁製的轉接座 那一個就是KT所設計的 給這款車所專用的規格 就不用再多花七八千塊 買那個原廠那個可調式的一個墊高座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它後方四輪驅動的版本 所以後方有一些 一些像傳動手或者是其他的機構 前方的話 前面的話我們應該配置兩百長十六公斤 兩百長十六公斤 那它的這個角座下方很特別 因為剛剛有提到 是要閃傳動手的 那這裡有一些離載線的固定點 這個就都它原廠的電池真的很特別 跟凱燕倒是有點像 就是一個有一個開剎的機構 然後要閃傳動手 那前面電池超長的 大概這麼長 但是今天的車油 它沒有要降車高的需求 所以不需要騙它原廠的訊號 在這個地方 冰式的話大概都設計在這裡 這個支閉的地方 這個有一個高度尺 如果對氣壓式避震器 改裝的 改裝氣壓式的避震器有興趣的話 就會知道這個高度尺的功能 這個高度尺其實它是有兩個功能性 第一個如果是坐在後手的話 就剛剛經理提到 如果我們載重500公斤 它的高度尺的相對位置會往下沉 那原廠感應到這個高度尺的 位置改變之後就會補氣 讓它載重500公斤 不會下沉之後再補升上來 因為它的高度尺往下沉了 所以它會偵測到它的車高 一場之後就會補正那一個車高 所以這個是氣壓才會有的優勢 那這裡就是前方的高度尺 所以就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那前面的阻尼調整 它是上方的話 因為引擎是還蠻密密麻麻的 所以有一點難介紹到 可是是在這個地方 避震器的上座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大概都是V6引擎 這台是動力最大的台灣應該沒有進吧 R63是這個W25E系列動力最大的版本 那前面的話比較還好啦 前面的話我們 我們能跟車友們來解說的 應該是這個叫輔助彈簧 這個一般也有人叫無效彈簧 有的因為這個零件 我記得沒有在直播當中跟車友來介紹 這個功能其實它不會因為裝了這個輔助彈簧 乘坐感就變得比較好或者是比較厲害 其實並沒有 這個的輔助彈簧功能 單純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補正原先彈簧的長度不足 所以它的功能 這個零件在KW的設計上我們常看到 但在KD上的話我們打的規格 搞不好比KW還要更多 所以用到輔助彈簧的機會反倒是比較少 因為這個長度長 我們本來兩百長的彈簧不夠長桌 所以用這個彈簧來做整體彈簧長度的補正而已 所以這個彈簧是無效彈簧沒有意義的 當車重稍微壓個六七十公斤 不是六七百公斤 六七十公斤之後它就扁掉了 所以這個是無效彈簧它沒有意義的 那前方的話是雙一倍的懸吊 所以它這個齒輪狀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齒輪狀的托盤稍微敲緊就可以了 不像麥花繩 要敲的緊度的話是棒數要比較緊一點點 好 以上是今天W251R350的影片直播分享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我們廢除氣壓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後方的一個轉接座的介紹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是需要其他的照片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